跟大家分享 本人終於買到 的 1991年雷神王 呃...不是雷神王 1991年絕對無敵 的雷神王 跟所謂的暴龍王 然後現在要分享是把這兩隻 做終極合體 終極合體其實蠻快的 先把雷神王的武器的部分都先拿掉 這部分先拿掉 然後 雷神王的部分兩個手收起來 這樣子 然後後面的翅膀 建議是折起來 其實有沒有折 我覺得都可以 折起來後 把兩個腳的部分收起來 這樣子 雷神王的部分就準備完成了 然後先放到旁邊 然後暴龍王的部分 其實是不用像動畫一樣 先變成那個 飛龍模式 先把兩個武裝都先拿起來 兩個武裝都先拿起來 然後胸口的 龍頭先拔起來 然後兩個腳的部分 都先拆下來 然後胸口的這一個背甲的部分 就給拆下來 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樣之後 兩個手拳頭部分收進去 收進去後 再把兩個胸甲 拆開變成兩片 這樣就基本上 組裝變形的部分就準備完成了 然後把腳的部分收起來 收成這樣子 然後合 拆成這個樣子 扣起來 扣成這樣之後 這邊打開 這邊兩個卡榫 之前介紹過的卡榫 打開 這邊一樣啊 收起來 卡榫 打開 跟所謂的剛剛的雷神王的腿做合體啊 這個卡榫 對上這個卡榫 扣起來 然後腳的卡榫 對這個卡榫扣起來 後面一樣啊 卡榫扣起來 然後另外一隻腳一樣啊 然後卡榫扣起來 腳的部分這樣就變形 呃 組裝完成了啦 然後胸口這個裝甲也要拔起來啊 這個胸甲部分拔起來 把雷神王的頭 不是雷神王 包容的頭 收起來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胸 呃 剛剛兩個 包容王的 身體的部分 變成這樣子 摺 那個他的手直接往上拉後 往後摺啊 然後剛剛腳的部分的卡榫 收起來 拳頭拉出來 拳頭就露出來了 然後 這邊是右手部分一樣啊 拳頭先收起來 卡榫收起來拳頭露出來後 這個卡榫拉出來 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卡榫 跟手臂的做連結 這樣子 一樣 做連結 這樣子 基本上就組裝完成了 然後再把 胸甲的這樣的卡榫 這樣的插銷 對上這樣的插銷 插進去 裝上去後 兩個 翅膀的部分 就壓下去啊 壓到後面跟它平後 攤開啊 其實有沒有攤開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 攤開後 剛剛的 暴龍王的頭 這邊有卡榫打開 變成這個樣子 這邊 這邊有個凹槽 插進去 雷神王的頭的 天線的部分 放上去 然後剛剛的 雷神王的劍跟 暴龍王的盾 做合體 插上去後 這邊的插銷 這邊的插銷 對上 右手的這個插銷 扣進去 然後 暴龍王的大炮的部分 這邊的插銷 對上右手插銷 其實左右手都可以用啊 看你們要裝什麼 組裝這樣 基本上 絕對無敵 雷神王就組裝完成了 然後最後的動作 就是把所謂的 胸口的這個裝甲 打開 這樣子 絕對無敵 雷神王就組裝完成了 其實可動性 我覺得它大合體後 可動性也沒有變得比較好 其實 但是 以1991年的玩具來講 將近 已經是30 快30年前的玩具 在那個年代 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我必須講 真的是一個 非常有殺氣的一個玩具啊 可惜 因為本人資金不足啊 只能買到這種黃化的 滿足個人的需求啊 正面的臉看是這樣子啊 其實 其實臉沒有變啊 就是頭的上面多了一個 很像帽子的 頭盔啊 側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啊 等一下喔 腿的部分卡 後面是這樣子 可以看到後面是這個樣子啊 然後 劍的部分 就變成像是劍盾一樣 拿在 裝在手上啊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是可以去尋找 全新的啦 網路上其實找得到 可是都 接近要 一萬 可能兩個合在一起買 可能都要七八千塊 到一萬多塊都不等啊 但 以這種黃化來講 如果願意自己去做塗裝的朋友 可以考慮去購買啊 這是 1991年的 南光人系列的 絕對無敵雷神王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